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要说到这个母亲节想问问大家您是怎么过的呢 是在朋友圈里晒祝福还是买花送礼物呢 大家怎么过都不知道 今天我还真买了点花 这对牌呢 这买花排队就吃个饭吧 结果饭店商场也是人满为患 大家都是怎么给妈妈过的节呢 我们记者也来到了桂林路商圈 看看大伙怎么给妈妈过这个节 稍后我们来共同关注 现在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二手车商违规战道经营 多部门联合执法 经营者没有这个营业执照 第二他属于战道经营 如果发生消费纠纷 也无法恢复自己的权益 探测改造要拆除 新公厕应该建在哪儿 居民担心不方便 拆了以后呢 我们这些人没处去解决 这一个发面问题 我们社区也在积极地 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也希望这个公司尽快落成 男子交完首付不办贷款 时隔七年才发现自己被退房 我们在前的时间过来办贷款 收入社的委员告诉我们 在这个房子已经退了 一处买房正装修 大门被堵 撂杂运 五月十二号早晨 来装修 就发现这个大门给挡住了 而且就用这个砖都给堆上了 完了我们的装修材料 就用进来了 我们上班之后才知道 那门被打 是谁 都知道 母亲节的特殊会面 长春铁北监狱 邀约40位服刑人员母亲 白肩团聚 大门 祝你 天下回家的母亲 来 母亲节送什么 这是今天走不开的话题 那为了能送上妈妈满意的礼物 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 听说呢 根据数据显示 这妈妈们最满意的礼物 是感恩的话 是感恩的话 对 所以今天呢 我一大早起床了 就跟我妈打气的电话 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爱的表达 也就是没有礼物 用几句话 对付了 但是妈妈最想要的 对 那好吧 你给妈妈有祝福的话 大家也有给妈妈祝福的话 那今天我们记者呢 也走上街头 看看呢 大家怎么为母亲准备礼物的 还有呢 大家有什么话 想对母亲说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的过程入常圈 那么由于今天是母亲节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铺 都标出了这个 感谢母亲字样的 这样一个挑服 那同时呢 很多花店也将 看奶心摆在了门口 可以说 今天整个贵路商圈 都弥漫着一股 康奶心的香味 那么很多人 选择在今天 送上一束鲜花 或者是跟母亲吃饭 来报答 多年来母亲的养育之恩 一位花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今天的销量比平时的十倍还要多 而且现在买花的主力逐渐年轻化 现在小朋友买花还比较多的 小朋友送妈妈 这个明显看出就是这代人 对母亲的一个消息 不管说你是送什么花 只要是你心意到了 我感觉父母他都是比较高兴的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表示一些的 他们那个父母 他们可能比较朴素 但是总说不让送什么 但是收到了以后 还能看出来都是很高兴的 是应该的 因为母亲是比较辛苦的 没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意思 可能儿女忙忙活活的也想不起来 应该是一二年开始 也算一个传统了吧 每年都会觉得 对每年都会的 算是一个 一个亲情的 更好的表达方式吧 算是对母亲的一个 更好的爱的表达吧 双方都市沐妍与峰报道 母亲节 你看街上的人很多 如果在街上呢 看到这个违规战道经营的 现象比较多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到 大家的心情 比如说在长春市 车管所的附近呢 就有很多二手车伤 违规的战道经营 严重地影响了 附近的交通 姑娘这战道 已经站到了人行道 和盲道上 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此长春市 多部门也是 联合执法打击这一行为 在长春市西桓城路附近 随处可见的二手车商 在马路边站到经营 只要有车辆经过 他们便举牌拦车 不仅影响交通 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与此同时 他们这种打游击 收受二手车的行为 消费者的权益 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首先说场外交易 第一个它是说的 这个经营者没有 这个人也执照 第二它属于战道经营 如果发生消费纠纷 也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长春市车管所周边 还有很多二手车销售商 把自家代售车辆 随意停放在人行道 或者盲道上 并长期霸占公共车位 从事二手车交易 针对上述这两种行为 政府将重拳打击 下一步我们讲 联合公安局 城市执法局交警队 我们进行联合执法 进行清理 十旺都市永风富强报道 最近听说居住在 长春市一框街 与立国街交会的 双利胡同的居民 心情有点焦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 这胡同内唯一的 室外公厕要拆了 这肯定着急 因为这双利胡同附近 都是平方区 有一百多户居民 都要靠这个公厕上厕所 你说方便问题都不方便了 他能方便吗 咱们来看看 他来拆厕所来了 完了呢 我没让他拆 没让他拆 你却拆了 我们没想去一个厕所呀 因为这一片都没有厕所 连这一片平方全都没有 这老百姓啊 或者过道的了 都有这个厕所 拆了太不方便了 孙女士表示 附近一百多户居民 全部共用这一个公共厕所 如今厕所要被拆除 居民们担心 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是政府强裁 还是哪强裁 你拆了以后呢 我们这些人 没处去解决这一个 方便问题 如果你要是先建成了 我们还有情可原 另外呢 再说 据说是建商那个那边建 但是离我们这边 也比较不方便 居民们说 老厕所拆除 什么时候会建新的公共厕所 又要建在哪里 建成后 夜间又是否开放 对于这些问题 大家都不知情 随后带着居民们的疑问 寄着来到了双利胡同 所在的光明社区 双利胡同这个汉测改造呢 我们通过设施环卫处啊 了解到呢 它是一个政府的行为 就是进行汉测改造 据我们了解 设施处会先把水 从厕所建成 再把汉测拆除 不会影响到老百姓 读测问题 我们社区也在积极地 征求老百姓的意见 也希望那个 这个公司尽快落成 社区书记表示 双利胡同 购用112户居民 大部分都在使用 这个公共厕所 所以为了不影响 居民的生活 会在新的水冲厕所 建成后 再将如今的汉测拆除 那么新的公共厕所 在哪选址 是否会建在原位置上 记者联系到了 宽城区环卫设施处 进行了解 记者了解到 目前环卫设施处 已经联合社区 向双利胡同的居民 征集意见 听取名义 对于新厕所 建成后的开放时间 工作人员也表示 目前已经向上级部门申请 24小时为居民们开放 首要都市 冯帆富强报道 这么一听 大家明白了 其实不是要拆除 是要进行升级改造 虽然是要多走几步 但是环境更好了 更卫生了 其实也是好事一张 咱们再来看看 跟方便有关的事 现在不少人开车 挡风玻璃里面 都会留一个挪车电话 真要是临时停车 挡住了谁 也方便联系 最近长生市民 钱一先生总遇到一个怪事 经常有人打电话 让他挪车 可问题是 对方说的车 根本就不是 钱一先生的车 钱一先生很纳闷 这是恶作剧 还是闹乌龙呢 第一次大概是 在去年教师节前后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是说 把你的车挪一下 你的车挡着我了 我没开车当天 他说是一个奔腾车 用的电话号是我的电话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的车 钱一先生说 当时自己并没有当回事 可是接近大半年了 总是能接到这种挪车电话 而最近一次 是在5月7号 当时我正在路上呢 开车的时候 用蓝牙接的这个电话 正在开车 我说你在哪啊 我不可能你在马路中间啊 拍一下我的电话号 拍一下他的车牌号 他发到我的微信上了 钱先生告诉我们 照片里车上留的 尾数5577的电话号码 一字不差 就是自己的 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用过这个电话号 知名制的 所以说我也很诧异 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为了弄清楚 到底怎么一回事 记者将印情况反映到 长春市交警支队 希望能联系到 这个白色奔腾的车主 而最后通过查询得知 这辆白色奔腾车主的 电话号尾数为5677 与钱先生的电话号码 只差一个数字 是那个长春市交警支队的 从党部里 留那个电话号码不对吧 5677还5577 你那个现在显示5577 你那车一挡别人的时候吧 别人一打电话 就打到5577 那个手机那机主那去了 那可能是我那个号 把他改一下就行了 守望都市 加入公雷报道 接下来我说这事呢 大家肯定也挺意外 你看新闻当中 超原超载的 我们经常报道 但接下来这位司机呢 恰恰相反 这超原呢 是往车上加人 这位呢 是在车上捡座 把原来的座位捡了不少 这是要干什么呢 4月13号下午1点 延济分局的民警 在延济北站口 拦下了一辆当地牌照的 小型普通客车 进行临时检查 在检查驾驶员的证件时 驾驶员开始和民警套进一户 周日你们还不兴起 就改型了吗 没改 座呢没改 原来这辆车的 行驶账上著名的 这是一辆七座客车 但是民警在拉开车门后 却只见到了工具和杂物 原本的五个座椅 不见了踪影 据驾驶员封某说 自己是个朋友 从浑春驾驶车辆 来延期工作 由于日常工作需要 携带一定数量的工具 而车辆内摆放工具的空间 又不足以往返运输 这才把后面的座椅 全部卸掉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任何改变机动车外形 或是拼装车等 严重违法行为的车辆 是禁止上道路行驶的 因为这不仅是 对自己安全的不负责 更是对其他车辆的安全不负责 最终民警根据法律规定 依法对丰某擅次改变 机动车外形 和有关技术数据的违法行为 做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同时责令其 尽快将机动车恢复原样 双都市一阳编辑报道 都说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接下来这对夫妻 真是亲夫妻 彼此都没有驾照 但是还想开车上道 怎么办呢 彼此鼓励 相互别打气 怎么打气的方式 咱们来看 最近沈高速公路延级分局民警 拦下了一辆黑龙江牌照的 小型普通客车 民警检查发现 这夫妻俩是在高速公路上交飞驾 你说不是故意的吗 肯定没人信他 4月16号下午4点左右 延级分局的民警 在延级西站口拦下了一辆 黑龙江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 民警发现车内二人神色紧张 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副驾驶没有驾驶 副驾驶开没开过车 副驾驶没开过车 不对 肯定不对 随即民警将该车的号盘 发给了指挥中心进行查询 你驾驶了 一个女士也开过 你驾驶了 把那照片我发过了 现在民警已经将自己的车辆 轨迹查得一行二出 这位女士不得不承认 自己曾经驾驶过车辆 有没有驾驶 那你开什么车 就不带车 你给我开什么玩笑 你说你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错了 经了解车上二人为夫妻关系 是从黑龙江五常搬家来研及 一路上意识由丈夫驾驶 在车辆进入吉林省后 妻子考虑到让丈夫休息一下 就提出要驾车 根据法律规定 这二人中的妻子实施了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丈夫则实施了将机动车交给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 驾驶的违法行为 两人总共被处以4000元的罚款 你说这事闹的 家还没搬完 就先交了一笔罚款 要是守法驾驶的话 这笔钱是不是还能办不少事呢 守法都市 易洋 编辑报道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线舒适加空调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雷阵雨 13到22度 白长小雨转多云 11到23度 松原小雨 13到22度 四平小雨 12到22度 辽原小雨 10到20度 麒麟小雨 13到21度 通话小雨 12到21度 白山 白山 多云转小雨 9到21度 严吉 多云转小雨 7到20度 长白山 多云转小雨 12到21度 长春 雷阵雨 13到22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 1比1比1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男子交完首付不办贷款 时隔七年才发现 自己被退房 我们在前的时间过来 办贷款 社罗处的人员告诉我们 他这个房子已经退了 夜主买房正装修 大门被堵 撂杂运 5月12号早着来装修 就发现这个大门给挡住了 而且就用这个砖都给堆上了 完了我们的装修材料 就进来了 我们上班之后 谁知道那个 是谁懂那个 我都知道 母亲节的特殊会面 唐春铁北监狱 邀约40位服刑人员母亲 来间团聚 妈妈 祝我天下伟大的主席 全国防灾减灾日 消防开展 地震救援 应急演练 买好钻 会碎楼 会错的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本来没有 DN专利要 参加DN片再度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水扬都市 说起贷款买房 很多人都觉得 这是一件事 但细分起来 这还不太一样 因为一个是贷款 一个是买房 长州市民王先生 最近就遇到个稀罕事 王先生说七年前 他的家人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 在长州市万圣理想国小区 购置了一套小户型的住房 首付付了之后 长达七年都没有办理贷款 就在最近 他想起来要办理入住手续了 结果遇到了问题 他听说自己买的房子 已经有人住了进去 而且那个人还说 自己就是房主 这让王先生感到一头雾水 我的房子成了别人的 这事怎么没人跟我说呢 王先生说 由于姐姐不在长春 买房后不久 房子就在开发商处 更名过户到了爱人名下 至于为何买房七年 却始终未办贷款的原因 采访中王先生一再强调 是因为售楼员当时的告知 然而由于时隔太久 售楼员早已离职 且王先生并没有 售楼员的联系方式 当时的情况 记者也无法得知 而在王先生的认购协议中 只约定了在交付预定款 七日内 如果不交首付 是为自动放弃 但并未就交完首付后 多长时间内 必须办理贷款做出约定 王先生说 在这七年期间 他和爱人包括姐姐 从未接到过地产公司的 任何电话 也没有办理过退房手续 收到过房款 所以他很纳闷 这房究竟是咋退的呢 我说退给谁了 他说退给房主退的 我说我们就是房主 我说那钱呢 他钱也退房主了 第二次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能给我们退 六万多的这个钱 三万多的定金钱 他是退不了的 王先生告诉记者 多次沟通过后 5月9号 他接到了地产方面的通知 可以全额为他退还 首付款 及三万元的预定金 但是对方仍然没有就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做出解释 那么情况是否如王先生所说 这房子究竟是怎么退的 地产公司对此又适合态度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 万圣李显国首楼处 采访中工作人员一再表示 对于此事的所有情况 他都不太清楚 因此无法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随后记者将电话留下 希望相关负责人 能够与记者联系 对此事做出回应 但截至今天下午 记者发稿前 仍未接到地产方面的任何回复 相信他们都是知道 这个房子具体的一些事 如果这个事没有 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就将通过法律的程序 来保护我自己的权益 上网都市报道 接下来这位王先生也有点烦 一个月前 从外地来场的王先生 在火车站附近 看中了一家旅馆 打算兑下来做点小生意 可交完一万元押金之后 他才意外得知 这家旅馆的消防手续 无法过户 于是呢 王先生提出了推还定金 但对此双方产生了分歧 随后王先生再次来到旅馆 与对方交涉对电事宜 我来之前交定金之前 告诉手续齐全能过户 现在是消防过不了户 我当时就是说来 丢掉我这手续全是全 包括消防手续吗 啥手续都有 我没有手续咋 开店啊 那他现在能过吗 他能过吗 那不是我说算 本身他这个消防手续就没有 他这个消防手续是原主的 不是他本身的 谁忘记我这个 还给你消防 过户这个东西 是得上那个政府部门 你这走正常手续就过呗 你钱不给我 你就要我消防给你过户 我不用你过给我 你把手续准备齐全 去那人的认可 我就打 那东西 那东西 你问问有没有这种办事呢 我们当时开的是 你对电的时候吧 如果说这定金 你交完之后 不对电的话 定金是不给反 他同意的 咱们有那个条 已经写好的了 因为就是交押金之前 先不听他说 不听他说 你要听他说一句话 我就不接着采访 不再不 拒绝拒绝 开着他跟我说啥呀 赶紧的 他们说能过户 可是他们也不配合 去消防过户 我打算走 这个司法程序 走这个民事诉讼 因为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双方的情绪比较激动 一些细节的问题 也难以求证 不过通过这件事 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以后在遇到资金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树立合同意识 用合同对彼此进行约束 也是对彼此权益最好的保护 那今天呢 除了是母亲节 护士节 还是第十一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为了加强消防救援队伍 地震灾害救援能力 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 都开展了地震救灾 实战拉动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村庄发生地震 造成部分防务倒塌 无通讯网络 人员被困 灾情发生后 四平消防救援支队 迅速集结地震救援人员 车辆装备 前往预定集结地点 地震救援专业队 及支队机关 五十余名指战员 在救援车辆 无法进入镇区的情况下 徒步五公里 到达救援现场 并有序开展救援行动 演练现场 共设置了五个紧急救援点 救援队利用生命探测仪 红外热线仪 及其他搜救器材装备 展开搜救 在确定埋牙人员位置后 利用牵引支撑 吊顶及顶撑破拆 进行救援 急救人员在现场紧急护理 现场指挥部 按照从严从难的要求 设置了装备点验 道路倾障 卫星通信联络 后勤保障等演练科目 覆盖了地震救援的应急响应 力量集结 现场指挥 灾害现场自我保障 灾害事故现场装备应用 和搜索救援的能力 通过本次演练 进一步规范了地震灾害救援的 处置程序 确保一旦发生突发险情时 能够快速有效地展开救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九台区的卡伦湖 那么在5月12号 全国防灾减灾日期间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正在这里开展着一场 抗震救援 应急拉动演练 演练当天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作战指挥中心 按照地震救援作战编程 紧急调集地震救援专业队 另级通信保障分队 搜救犬中队和战勤保障大队 共计24台直勤车辆 150余名指战员 8条搜救犬 携带针检 防护 破拆等地震救援 所需器材装备前往模拟灾区 演练活动将灾区设置在卡伦湖附近 假设因震中地区道路损坏严重 造成车辆无法继续通行 全体指战员统一编队 徒步运送器材装备 经过5公里约1小时的长途跋涉 全部救援力量到达目的地 应急拉动演练就是一种模拟 模拟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候 对全体指战员熟悉演练 今天通过这个拉动演练 也是为了进步模合 战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科目的设定 在黄金72小时有效的抢救人员 爽都市报道 今天是母亲节 都说呢 陪伴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 因为有你在的日子 对于母亲来说每一天都是节日 但是对于接下来这些服刑人员来说 想要陪伴却很难 在母亲节前夕 为了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 长春铁北监狱呢 就邀请了40位服刑人员的母亲 及亲属来到监狱 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母亲节前夕 长春铁北监狱 共邀请40位服刑人员的母亲 及亲属来到监狱 与服刑人员进行了亲情会见 同时观看了服刑人员和民警 自编自演的节目 在演出当中 几位母亲的登台 也将现场的气氛推浅高潮 这其中有鼓励女儿复婚的岳母 将孩子视如己出的姨母 还有充满爱心的继母 他们的嘱托 让服刑人员有了家的期盼 以及回归社会的信心 这个现场和母亲相见这种心情和呀 在这个接近室隔着窗是不一样的 想通过这种特殊的社会邦交形式 感激养育恩邦交活动 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生活 以此激励他们的尽早的回归社会 省都市则续与风报道 今天是母亲节 不知道送什么怎么办 都市送福呢 帮你办 今天我们的送福记者赵新 就来到了长春市的产业区 赶快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幸运家庭 赵新你好 你好主持人 都市送福幸运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长春肿瘤医院冠名 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 那今天呢是五月份的第二个周日 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幸运家庭呢 就有两位母亲 我们赶紧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呀你看这座旁边的呢 是一位先生 一看就是一家之主 是吧先生 来吧 先国际惯例介绍一下 自己和旁边的这些家人 大家好 我姓何 这是我亲家母 那也是我姑娘 这位呢是我姑女儿 就是我外孙子 那你看看这旁边呢是亲家母 那这个今天您爱人去哪了呢 今天王爷呢是 今天不母亲姐嘛 领她母亲 去旅游去了 她母亲去旅游去了 这是组团去旅游去了 那今天这位是女儿呢 我就得这个问问女儿了 你怎么没和妈妈一起去旅游呢 我这个宝宝三个月不方便去 三个月是一位新手妈妈是吗 那这个新手妈妈肯定就是感想特别多 这也是你第一个母亲节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就觉得 哎呀做妈妈挺不容易 就是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现在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才能体会到 就深深地体会到这些东西 要不然以前就是走都是听别人说 自己就是感觉不到 是吧就是这女儿感触也非常深刻 觉得这个做了母亲之后 觉得这个母亲特别的伟大 是吧那这个旁边呢 也是您的这个婆婆 我们也让婆婆来说两句 今天是母亲节 说没收到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 给的这个礼物 收到了 那个我这个衣服就是女儿买的 送他这个结了婚之后 有了孙子都改口了 都已经是一儿一女了 是不是 今天这个 今天呢也是把这个女儿 引号的女儿啊 给送的这个礼物呢 穿上来了 然后 感觉也是特别的喜欢 是不是 我最高兴的也是 女儿给我送的孙子 对 今年的一个母亲节 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是不是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母亲节 那今天呢我们都市送福呢 也是来给您家 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母亲节 我们来看一下 为您家准备的都有什么 首先呢 是由我们这个摩登红人公司 为您家提供的 价值150元的化妆品 礼盒一份 以及我们这个九台区 羽田生态米业 为您家提供的 里羽田有机大米 还有我们都市首选 为您家提供的 阿木西酸奶 还有这个 由吉月七摄书店 为您家提供的一个礼盒 还有我们这个吉林省 舰上传媒影视有限公司 为您家提供的价值117元的 护眼礼品 还有我们海信 为您家提供的这个电子相册 和精美的礼盒 那今天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爱人是今天去了哪里 哪个城市 今天去那个南京 去南京 那可能就是看不到 咱们这个电视直播了 但是晚上回家 这个晚上去这个宾馆里住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一下回看 我们一起也是说 给她一份母亲节的礼物 给她说点什么 好不好 由女儿来说吧 行吗 想对您的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我爱你 妈妈你辛苦了 祝你母亲节快乐 祝你旅途愉快 不知道这个远在南京的妈妈 听没听到呢 但是我相信旁边的婆婆 一定听到了 特别开心 对吧 开心 好我们一起呢 来对一下我们今天 都市送福的口号 我说上句 您说下句 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好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长春肿瘤医院冠名 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 都市送福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感谢赵新 两位母亲同框出现 让我想到老舍先生说的一句话 说人啊 即便到了七八十岁 有母亲在 也多少能有点孩子气 也希望每一个人 都永远保留这份孩子气 也祝愿全天下的母亲 永远健康有福气 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带您看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问题呢 就是不能解决 我是那个 一和国际城的业主 这个房子是去年六月底 交的房子 做完修以后 到了八月份 房子就出现了裂缝 这个长度就是有两米多的 这个美观上 我们一瞅就是特别不舒服 王女士表示 她家装修没多久 墙上多处裂开 据王女士讲 小区的很多业主 也有类似的情况 新买的房子 没租上一个月 现在达到这种效果 裂痕太多了 几乎每出墙都是这样 跟物业说了几次 她一直没有给我们 明确的答复 是怎么给我们处理 住户们表示 交房还不到一年 装修以后 墙体出现裂缝 很不美观 那么 业主们反映的问题 该如何处理呢 随后 记者将问题 反映给小区物业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针对业主们反映的情况 他们会协调施工方 那么 业主加墙体裂缝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业主反映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随后 记者拨通了 施工方工作人员的电话 业主反映 说这个墙这块有裂缝 混杆结果这块吧 它本身它是天中墙 它跟房屋整体 也过去的话 它也不会升到太多 是那个房屋质量问题吗 本身这个墙体裂缝 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裂缝 因为咱们所用的 这种介绍材料 本身它都是有一种收缩的 这种质量裂缝 是在我们这个介绍环境里边 是那个一直在存在的 施工方工作人员表示 墙体裂缝 不会影响业主们正常居住 针对业主反映的 墙体裂缝问题 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我们有详细的维修方案 入库的时候 我们第一种把我们的维修方案 做一个关注 跟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 它所涉及到的维修点位 它也是不一样 我们级别上 统计好户属之后 统计给它进行维修 守望都市西然星南报道 接下来再来看看 长城市民韩女士 也因为房子的事闹心 2015年10月 韩女士在东义美郡小区 购买了一套住房 今年2月开始 打算装修了 结果今天一早 来到新房 却发现这小区大门 被大量堆起的砖头挡住了 根本没法运送装修材料 这是怎么回事呢 韩女士2015年10月份 在长春市二道区 东义美郡小区 购买了一套房子 2018年10月份 韩女士正式办理了入住 二月份以后就开始入住 大家就装修 就是从这个新型的大门 就是能进来 就是用装放材料 沙子水泥 就是说得一切把装修 在那里啥把材料吧 我们就通过这个大门进 5月12号早上来装修 就发现这个大门给挡住了 而且就用这个砖都给堆上了 完了我们的装修材料 就用不进来了 进不来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区二期的大门 被大量堆积起来的砖头挡住 车辆无法使入 业主们告诉记者 之前小区的大门 一直都是正常开通的 装修材料 也都是通过这个门送进来的 如今大门突然被堵住 给业主们的正常装修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也是5月1号入住的 这十多天是正常 都可以出 就是今天早晨就进不来 地砖装完了 现在就差木头了 差木警户了 今早上运料用不进来 完了一看大门挡上了 现在没法 就说继续装修装修不了 韩女士说 发现这一情况后 她也第一时间找到了物业 我们到物业去了 就是说得问 就是说这个大门 怎么挡住了 物业说不知道 开发商时钟 我们就没见到面 就根本就找不到 为了核实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 小区内的天心物业 并向物业工作人员 了解了情况 咱们用大门 被那个大石的大 咱们了解这个情况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 位于东大桥的 泰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现场 记者并没有看到 任何牌匾标识 记者敲门也无人应答 当初是在这签的合同 签合同的时候 排的啥都有 现在排的咱去了 来了很多次都没有人 这始终就是关门的状态 我们一些大半部的一些业主 都是在长存租房的入住 每个月的租金也挺高的 现在就希望 能尽快把这个事解决了 守王都市报道 王先生在四平经营一家烧烤店 前几天跟店员一起去唱KTV 由于唱得尽兴喝多了 便在KTV睡着了 等王先生一觉醒来 发现员工都走了 跟员工一起走的 还有包里的四千块钱 2019年4月18日早上8点左右 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 七马路派出所 接到辖区居民王某报警 称其在铁东区某KTV唱歌时 醉酒后熟睡 放在钱包里的四千元钱被盗了 接到报警后 办案民警马上赶到了案发地 展开调查工作 在KTV的监控录像里 办案民警看到了被害人所说的小林 通过调取娱乐KTV这个监控视频 发现小林她从娱乐KTV出来之后 她是往西走了 然后我们顺着这个监控 继续往下追 就到了一个盲区 之后她是步行走的 还是打车走的 我们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小林去她店里边工作吧 没有多长时间 只有十天 在她这个店里边 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 就包括她这个名字 是小林 报警人 王某她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实的名字 办案民警在被害人的饭店里 进行排查时 在一服务员处 找到了小林的微信号码 并通过技术手段 锁定了嫌疑人 正在思平市铁锡区某宾馆 到酒店之后吧 通过与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 核实一下她的身份信息 发现确实就是这个小林 是一个女士 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小林她已经从酒店出去了 这个时候吧 也不确定她有没有逃走的嫌疑 因为她那个位置离火车站特别特别近 调取她这个购票信息 发现没有购票信息 我们就继续在这个酒店的监控室里边 遵守她 大约过了30分钟左右 抓捕组通过宾馆门外的监控探头 发现了有一名女子 穿着与小林极其相似 侧身站在宾馆旁边的一家商铺门前 民警果断出门 当场将其抓获 并扣押赃款3356元 这个小林她自称是山东级的人士 因为她在这边打工也没挣多少钱 加上她之前说这个 因为和人有些感情纠纷 钱吧 就花广了 主要是她想回家 从而实施的这个盗窃 她是第一次违法犯罪 但是她已经违法了刑法 第264条盗窃罪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正羁押在四平市看守所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守望都市白哥王超四平市报道 下面要来看看沈西这名男子 学历不错 相貌也不凡 条件这么不错 怎么不干正经事 反而到处招摇撞骗呢 我自己都烦了不行 现在看了些个卡片 都烦不起 带着哭腔的女子 之所以落到今天这地步 都是被坐在被告席上的男子 袁某给害的 两人是在一个军事爱好者群里认识的 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 袁某将身穿假中校军装的照片 发给对方 还自己动手制作了假的军官证 而且还不停地在群里 给自己造势 在法庭上 袁某说之所以冒充军人 就是为了取得对方的感情信任 然后骗钱 袁某说自己是陕西省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还曾在浙江省某高校任职 拥有高学历却不正感 实在令人惋惜 同时袁某交代 他还用同样的方式骗过另一名女子 损害和体会军人的名誉 应当以冒处军人招咬状骗罪 追究起刑事责任 建议判处三年以上 四年以下有机徒刑 不干正经事了 还有云南这名男子 刚刚出狱又再犯 前段时间 这名男子刚刚在昆明刑满释放 在返回老家途中 又再次向提款机伸出了黑手 3月20号 宝山施电县农业银行 水长ATM营业厅内的 防盗门门锁被人破坏 施电警方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由于嫌疑人在作案时 将ATM自助取款机 室内的监控电源关闭 民警无法调取嫌疑人 在室内作案的过程 但室外的监控 记录了嫌疑人面带口罩 关闭监控时的身影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 以及大量的分析排查 民警最终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杨志某 5月3号 民警在林仓一带 将嫌疑人杨志某抓获 据杨志某交代 自己曾因盗窃被抓 在昆明监狱服刑 两年零时一个月 今年3月18号刑满释放 就在返回老家失店的途中 自己花光了监狱发放的 三百元路费 看到路旁的ATM自动取款机 便打起了坏主意 撬开取款机 盗取现金 目前杨志某已被 宝山失店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最近浙江一名男子 挟持一名女子 随后驾车上了高速 民警接警后 立即将车辆和人员控制了 经盘问得知 原来嫌疑人 是被劫持女子的前男友 原来这是一场 为了挽回爱情的劫持 来看看今天的微视频 警方接到报警 称有人被挟持 立即不控拦截车辆 控制嫌疑人 当时是什么情况 是她是你男朋友吗 她不知道在哪里 找到我的地址吧 然后她就寄了一个东西给我 我以为是我的快递 然后我去门口拿快递 然后她又死了 骂我恶子的 她是当着那个快递员的面 强行把你拉上车的 是不是 俩人相恋六年了 最终分手 男子想挽回爱情 才干了这种糊涂事 真是够糊涂的了 最终爱情没得来 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因为感情纠葛烦心的 还有下面这名女子 跟丈夫闹起了矛盾 打算出去旅游散心 结果越想越生气 最后不知怎么的 昏睡在了高速公路上 你是不是在这里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高速公路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在高速路上躺着也太危险了 多亏民警感到及时啊 最后经过民警调节 女子也跟丈夫和好如出 安全回家了 下面这事呢 也发生在高速公路上 一辆轿车在收费站执行点前 突然吸灯停车 民警一眼就看出有猫腻啊 立即上前检查 刚才谁下去了 没人 我们查看 我情绪可以查到 你这是帮她做伪账 你爸爸啊 喝了多久她 一瓶 没喝酒 这好是一杯 耿直的孩子 一五一十地 将爸爸酒驾的行为 都交代了 你说说 这当父母的呀 都赶不上一个孩子 下面这位大哥也喝了酒 觉得自己酒后骑车危险 可是又觉得 把车放在大街上不安全 于是他找了一个 自认为特别安全的地方 大哥竟然把车 就骑到了派出所的院内 被民警啊 当场扣下 自投罗网系列又更新了 这真是挺实力被抓 本来没有编专利要 看看编片在这播出 欢迎继续关注 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相都市 从今年春季以来啊 我省的梅河口 柳河 辉南的造林现场 总能看到一个人的身影 指挥着当地农民 营造红松果林 他就是吉林省绿化美化 吉林大地先进个人 通话是造林状元张仲斌 在他的带动下 附近村村的农民啊 营造红松果林四万亩 栽种红松苗一百万株 让这些荒山披上了绿桩 画面中的场景 是柳河县塞渊浦 朝鲜族自治乡 大北岔村指出现场 村民们正在栽种的是红松苗 村党支部书记孙保陈介绍 大北岔村海拔高属于东北林区气候 林边地比较多 冷凉地块多 不打凉 一次外出打工 他发现红松产业比较适合他们村 前几年我带领村民到三鹏的林场 去给他们打工的时候 看到那边的红松非常好 红松果林产量非常高 收入也非常可观 我发现这个产业非常适合我们村 经过考察 今年春季 他们村在林边地冷凉地 先栽植了600亩的矮化红松 看到一颗颗喜人的红松大苗 大北岔村的村民们信心十足 为大北岔村提供苗木和技术支持的人 是张仲斌 今年52岁的张仲斌 从1992年开始培育杨树云山等 用于造林绿化 向后获得过吉林省绿化美化吉林大地先进个人 通化式造林状元 美河口式劳动模范等殊荣 村民们栽种的红松大苗 是他经过近20年的培植研究的成果 张仲斌介绍 红松矮花后让它多长侧枝 这样就能多结石 多产松子 每棵树结石数量最少50个 最多能结1000多个 按每个松塔五颜计算 每棵树的经济价值就是几百元到几千元 今年有梅河口 辉南 柳河等地的30个村 和他签订栽植红松合同 营造红松4万亩 栽植红松大苗100万株 村里出栽树土地 他负责苗木 技术及后续管理 红松结石后 按合同与村民分成 现在村民栽植的是15年龄的红松大苗 预计四年之后就能结石见效益 把这项红松矮化技术推广开 把这项惠民的富裕之路 带给大家共同致富 耍尔都市应得海军 林叶李月安报道 昨天下午由都市频道和吉林联通 IPTV等合作方合作的观影活动 在长春赛德广场七楼万达影城举办了 这样不少前来观影的观众感受到了 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的畅快 我们也来看看 即使在较小的空间里 杜比全景声也能让您的声音娱乐体验 听起来更真实 更传神 更宽好 有张力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技术 带来的极致体验 杜比全景声作为一项获奖技术 为电影声音带来了突破 它打破了传统的声道概念 在声音的三维空间里 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故事当中 杜比是我们未来的市民发展方向 联通IPTV会为广大的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杜比片源 实现把影院搬到家庭搬到客厅这样一感觉 据了解 吉林联通IPTV自2013年正式上线以来 汇聚了140余录高标清直播频道 内容涵盖现大部分主流版权商的优质资源 只要您家中有足够的网络带宽 并有高清电视机 就可以申请享受IPTV提供的高清电视节目 享受杜比带来的视听体验 今天呢就是非常荣幸能够中奖抽到了这个观影的活动的一个入场券 付诸者联盟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系列的电影 能今天在这个杜比影厅来观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从视听的角度来说一定是非常棒的 观影体验相当好 中间的那个情节什么的都特别精彩刺激 特别满意 守望都市赵新宇峰报道 上轮比赛 长春亚太在客场击败新疆雪豹之后 总算是拿到了一场联赛的胜利了 虽然这三分还不足以让球队排名上升 但至少还是稳住了球队第四轮 至少没有这个颓势了 那今晚呢亚太将主场迎战石家庄永昌 这场关键之战也是直接影响了本次亚太的冲超计划 本赛季的中甲联赛 长春亚太的赛季目标就是要重返中超联赛 可是除去联赛首战大比分击败上海身心之外 其余的七场比赛基本都乏善可陈 从本轮起 长春亚太将于石家庄永昌 辽宁红运和青岛黄海三支强队过招 这三场比赛也将直接影响本赛季亚太的最终成绩 从此前的八轮比赛来看 长春亚太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3个 位列中甲联赛第二名 但是这13个进球中七个来自于两场比赛 其余六场比赛只拿到了六个进球 此外脆弱的防线也拖累了长春亚太的成绩 14例失球也让球队在失球榜上成为了排名第三的队伍 5月8日已经返回长春的亚太 开始全力备战今晚对阵石家庄永昌的比赛 这也是本赛季亚太首个主场夜场比赛 俱乐部高层也表示 新赛季球队的成绩确实不能够让球迷满意 俱乐部将会在夏季转回窗口开启之后 优化阵容有所调整 改变上半程出现的困难局面 收望都市海波志刚报道 来看看陕西西安 5月6号有市民反映 一辆货车战道卸货 不想交警前去处理 却遭到三名男子的暴力殴打 执法记录仪记录下了当时的惊险过程 小董是西安交警新城大队直勤四中队的一名辅警 5月6号下午两点多 他和一名民警进行交通违法治理 当他们来到华青东路隐家街村村口时 发现一辆货车正在把车上的货物卸下来 装到一辆没有挂牌的机动三轮摩托车上 从执法记录仪的视频看出 当时这辆货车横在尹家街村村口 非常影响交通 执行交警要求货车把路让开 而此时从村子里出来了三名年轻男子 其中一人自称是车主 机动三轮车没有手续违法上路 还要狡辩仗着人多 还想从交警那儿拿回三轮车的钥匙 拒不配合执法 还让人强行把准备暂扣的三轮车推走 交警在阻拦时遭到了这三名男子的辱骂 以及暴力殴打 没有防备的辅警小董遭到了三名男子的突然袭击 他那个带头的人从后面把我就还抱住了 抱住以后然后另一个人扔着我的后脑 就连击个两全 现场的执行交警一方面进行劝阻 一方面用对讲机呼叫增援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遭到了对方暴力殴打 执行交警现场控制了两名阻碍执法的男子 随后移交给胡家庙派出所 而还有一名殴打交警的男子逃离现场后 目前也已经到案 经医院诊断 附警小董伤情为脑震荡 头皮血肿 而另一名受伤的交警经医院诊断 为右肩关节软组织损伤 右膝关节软组织损伤 涉事的三名男子因涉嫌妨碍公务 已经被刑事拘留 人们常说酒多物事 广西南京的张某就因为喝多酒了 前几天多次拨打110报警 并且以骚扰民警为乐 警方也是李商往来 把你请进拘留所管你十天吃喝 让你也乐呵乐呵 5月2号凌晨4点多 滨阳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一名姓张的男子报警电话 称经常有人打电话骚扰他 可是当民警问他有什么事情 需要警方帮忙时 他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不清楚 然后电话码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然后我们又问他 是一天打到刺 他也是语无伦次的 呲呲呲呲的说不清楚 值班民警听见张某的语气很混乱 就提醒他说 110报警电话不能随意乱拨打 可是没想到对方就是不听 根据报警平台显示 从凌晨4点14分到4点56分 张某一共拨打报警电话六次 随后指挥中心将警情通知了 大桥派出所 大桥派出所的民警 经过连夜走访调查 最终在张某的家中 找到早已喝得醉醺醺的他 那么经过询问 刚才只承认是就是说心情烦闷 那么喝了酒之后 他就想打报警 打110报警台 就是说发泄这种不满的情绪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 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在此民警也提醒广大群众 110报警电话 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线 不能随意乱拨打 广气传奇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常乡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一气森雅 二七二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这台直播的 首昂都市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 寻人类消息 常日市民人先生 寻找他的老爷程宝权 就是我们屏幕上看到的 这位老人 今年的85岁 身高1米60 体重90斤 前天下午的4点50分 在普庆路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附近走失 走失的时候 穿的上身是红色的衬衫 下身呢是黑色的裤子 蓝色白边鞋 任先生呢还特别介绍 说老爷呢是刚来到长春五天 所以他猜测是不熟悉路线 所以才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已经报警了 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线索 所以希望大家帮忙找一找 那他的联系电话是 176-1441-1449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从哪走丢的 是在普庆路 中国石油加油站附近 如果说您看到这位老人 请这位先生好 咱再看看杨志凤女士 要找他的同学林立东 今年59岁是79年 在德国一中毕业的 最近杨女士 要想搞一个班级聚会 希望这个林立东 看到节目之后 能跟他取得联系 电话是137-625-0400 今天节目就这些 今天同事见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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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